很多分析都认为中国大陆他并不希望郭台铭出来竞选 也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王再熙前国台办的副主任 今年的八月底出来受访 他很明确的讲到说 郭台铭出来选举就是让民进党捡到便宜了 因为他让在野联盟进一步的分裂 对那些还需要中国大陆的人力或市场的台上 这是相当有效的 但是对台湾的选情历来都影响不大 特别是偏绿的选民 会更加坐实他们原先的看法 就是说这些蓝的都是听命于中共的 内讧逼得中共要出手 介入台湾的选举言论跟社会 这绝对对于蓝营的选举是不利的 过去当然是他非常重视这些外资的这种付电投资 但是今年一到九月 相较于去年是年减8.4% 去年是非常严格的封城 现在外资对他的经济情况 还有法链的一致性 其实是很担忧很疑虑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 那他去查布斯康 查他的税查他的用地 不能从经济的动机来解释 可能是因为布斯康冲办人 希望参加选举 另外也有可能是 因为苹果的把供应链 移出中国大陆 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以给苹果一个警告等等 众说纷纭